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六年合约到期,杨子放弃与欢瑞世纪续约,选择离开 11月15日,杨子发文称 感谢六年来欢瑞世纪对自己的支持和陪伴 未来的路自己将勇敢的独自前行 言下之意,合约期满的他不续约了,他要出走 杨子还会与其他公司签约吗? 看起来不会,独自前行吗? 就是自己力气扇头,仿效前辈杨幂等人 自己开公司,自己找资源,没准还会培养新人 明星的最大梦想就是把工作室升级成正式的娱乐公司 自己做老板,不受他人制约 这些年杨子流量可观,但口碑不咋地 有时候还卷入饭圈纷争 不信你查一下近几年的饭圈护司新闻 不管是粉丝私明星背后的公司 还是给偶像树敌,杨子一见都没落下 就说欢瑞是寄这家公司吧 杨子的粉丝恨得要死 他们认为公司不重视杨子 没有给他应有的资源 杨子对欢瑞挺厚道的 能坚持六年不离开 证明他有感恩之心 但欢瑞呢? 他们的剧并没有把杨子捧出来 这些年杨子出名的剧《香蜜沉沉浸如霜》 《欢乐送亲爱的热爱的》等 都不是欢瑞自己的 杨子拍的欢瑞剧,一言难尽 清云志,杨子认为该剧成全了自己 让自己实现转型 在那之前,随着流量经济的崛起 走演技派路线的杨子无戏可拍 直到拍了清云志后 人们发现他能演古偶 但是,毕竟不是亲闺女 杨子在清云志中的镜头不多 那时候,因为该剧 杨子在网络上被攻击 欢瑞也没有给他太多帮助 龙珠传奇,欢瑞认为这是给杨子的福利 能让他演就不错了 天机之白蛇传说落了个下架的结局 余生,请多指教 因为肖战的连累,至今还未播出 清三行,男主翻车之前 四番未搞的乱七八糟,男主翻车后,这剧彻底凉凉 总之,六年来,欢瑞的确把杨子变成一个流量明星,知名度大增 但是,这流量充满争议,而且伴随着饭圈恶臭 但是,欢瑞并没有让杨子的演技得到成长,他在欢瑞的六年,也没什么代表作 离开欢瑞,是杨子最好的选择 毕竟,当初他加入欢瑞,有点带着团队入伙的意思 他不是欢瑞的亲闺女,能把六年合约执行完毕,已经不错了 而且,如今时代也变了,欢瑞以具养人 旧人带新人的模式看起来不错 但只会炒作,走流量路线,搞CP,早就天怒人怨了 从年初旧场沉香如谢时 当时,杨子的个人发展规划与欢瑞当前的市场策略出现分歧 杨子的不续约,在大多数人意料之内 六年前的杨子,从证据下定决心转战古偶市场,挑中了欢瑞世纪 这些年,从青云至起步沉香如谢收官 期间,虽然杨子的两次大报,并非来源于欢瑞自制剧 但杨子借欢瑞世纪这个平台,累积流量积深至九十花顶流这个战略,的确走对了 成为流量明星,是六年前杨子的计划,重回证据,是如今杨子的目标 而欢瑞世纪,在李义丰、杨阳等初代流量明星纷纷出走后,能意外拥有杨子这个顶流 祝其在之后的几年内,不至于故唐人后尘 只是,线下的欢瑞,其下在五顶流 02 上周,小编曾在夜色暗涌时张雨希留学艺,欢瑞的破局希望 中详细剖析了欢瑞在需要杨子,但又无法完全依靠杨子的境况下,力捧张雨希,留学艺等艺人,期待这批小花小生能扛起欢瑞的艺人阵营 线下,杨子约满,艺姐位置空缺,需要新的小花来填补 张雨希,宣露艺或后续新签约的女艺人,谁能成为下一个欢瑞艺姐,同时兼负起艺姐的责任,是大众关注的焦点 同时,艺哥任嘉伦虽在,但同样外戏多,于欢瑞自制剧助力不多 成艺,留学艺,秦俊杰等能否成功顶上,于欢瑞后期壮大同样重要 03,只是拥有顶级流量艺人和一定数量的二线艺人,对于一所致力于影视投资,制作的欢瑞来说,远远不够 自制剧无法在现今偶像剧市场掀起波澜,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欢瑞的痛点 嘉航,欢愉在古偶市场上依然拥有不小的号召力,加之爱忧藤芒在网剧制作上越来越成熟,欢瑞若不能持续产出优质作品,那在未来几年的偶像剧市场上会愈发难以站稳脚跟 从近两年欢瑞公布的财报可以看出,杨子以一己之力撑起了欢瑞的半壁江山 杨子的离开,势必会让欢瑞自制剧瓶颈期问题愈加暴露 流量明星带来的粉丝效应早已被不少影视作品验证过,其作用是有限的 杨子的流量从某种程度上救了沉香如蟹,但下一次呢? 曾经制作出《公所心域》、《古剑奇谈》等爆款古偶剧的欢瑞,还有《众回巅峰》的那一天吗?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谢谢大家